問一下像亮澤 剛剛你是比較謙虛的覺得 自己是個比較不懂事的弟弟 那被姊姊調教照顧之後 你覺得你有改變嗎 姊姊很厲害 譬如說以前我是 甚至鍋碗瓢盆 我都不知道放哪裡的人 對 當然我開始因為我 因為我們自己是藝人 只要不拍戲 我們就很多有休閒的職光 或是有自己的時間 但他是領薪水 所以他固定每天都要去打卡 然後下班有時候 還要晚上還要開會 所以變成是說 他有很多事情我必須扛下來 對 你就發現說 你好像有點太空閒的時間 太多了 他比你還忙 他很忙 他真的很忙 他是一個公司主管 所以他又要管經濟 又要管什麼製作 還要照顧你好辛苦 沒有沒有 我有在學習 所以後來我就打開了我的心門 開始發現說應該很多事情要 你可以做 我可以做 例如你做了什麼 比如說現在我那個 很誇張 要列表是不是 對 就是家事洗衣服一定是我在做 從早上七點送小孩送兩隻 七點送完一個 八點送完一個 然後再到 有時候 比如說他吃減肥餐 我就可以幫他準備 然後再到小朋友 像我女兒莫名其妙 明明有營養午餐 硬要吃便當 就還是要幫他蒸便當 你準備的 我準備 好大的轉變 你看看 超厲害 完全是被照顧 調教得很好 對 然後 被照顧之後自己變得會照顧人 對 那我覺得我老婆的心胸蠻寬大的 就是說當然說他脾氣也蠻大的 就是說他在調教我的過程當中 並沒有太客氣 就是說常常說 有時候他問我說 你晚上我們吃什麼 我以前像我以前說是有人弄好 我就隨便啊 看你要吃什麼都可以 對 那可是有時候太忙 因為忙到他已經快抓狂 他說你連吃什麼 你都沒有想法 蛤 那我們以後小孩出生 或是說長大之後 你以後 你還有沒有別的 更深入的想法 哇 那我們的生活 接下來要怎麼做 對 然後我就變成說 他不是吵架喔 他不是那種任性的吵架 他就是真正在教導 跟你討論 對討論說你有這麼多時間 然後他還幫我規劃時間 他有時候我太閒 閒在家裡 比如說我就只喜歡運動 然後不然就是拍完戲 沒事在家 我可能就是運動 不然就是看看書 不然就刷廢 但我也不打手 過了兩三天他覺得不行了 就開始幫我排round down 他就先問我說 你今天要做什麼 我說應該就去運動 跟去隔咖啡廳 他說好 那你就先運動 中午呢 然後就是你先幫洗個菜 或什麼的 然後呢衣服去洗 然後衣服 那個送洗衣服拿回來 然後下午三點之後 你如果想要去咖啡廳 去咖啡廳一個小時 然後兩個小時之後 我回來揭曉 然後就幫他round down 全部排好 久了一開始會覺得 有一點被褲刺住 對 久了久了還覺得 有人排round down 滿好 家裡多了一個統籌 好棒喔 然後就慢慢的就是 循序漸進的就被教導 然後當然也就是 也開始也會自己去學習 我覺得他描述我不再講 台灣講老師 這是一種精英養成的課程 對 身為主管 對 我覺得蠻好的 相當願意被受教的弟弟多嗎 不是我覺得他們三個成功 我覺得 我看到一個點 就是說一般婚姻其實很 有一種隱性的傷害 就是兩個人的互動 會一成不變 就比方說 男主外女主內 那男生比較權威 女生比較弱勢 那一般來說就是很多的婚姻問題 是從這種很僵化的模式出來的 因為它會讓人的可能性變得沒有嘛 我就永遠扮演這樣子的角色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看到 其實我有另外那一面 那剛剛這三位在講的呢 其實剛好都跟我們所看到 比較不幸的婚姻 有一個比較相反的地方 就是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跟另外一個人吸引 是因為一個原因 可是他們進到婚姻以後 他們開始有了新的可能性出來 那如果你是在這種婚姻 或這種關係當中 有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原來我也可以這樣 然後這樣子的人生 其實是會過得比較快樂